消防员为了较劲 竟然开着消防车互相飙车 结果下一秒 两辆消防车就红红的撞到一起 随后赶到的消防员也被大大的吓了一小跳 从业几百年的他们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 队长赶紧把救火任务分配给了其他消防队 接着组织人员开始救援 消防员爬上侧翻的81号消防车 发现被撞的司机仍然紧握着方向盘 懵逼的他还在一脸懵逼 好在整辆车上只有一名队员受伤严重 然而另一辆66号消防车可就藏了 整个车头严重受损 车上有多人受伤 司机不仅死死的被卡在车里 就连脉搏也是十分的微弱 众人迅速展开了营救 很快66号车上其他人就被救了下来 他们必须尽快救出66号车的司机 消防员拿来一把小小的大钳子 不到三个小时就撬开了缸门 看着生命垂危的66号车司机 感到现场的上司立马询问 81号消防车是否闯了红灯 但是此时司机的脑袋里一片空白 根本想不起来到底是红灯还是绿灯 他对这场事故也深深地自责 好在不久后66号车的司机也醒过来 最后到底是谁闯的红灯已经不重要了